智慧交通不是用喊的 智慧交通早就已經在生活裡努力著在做 不知道這樣的提出是對新出事不了解 還是提出來告訴大家有提就好 我想其實智慧交通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路廊不夠完善 道路空間不夠好 所以我不只在官補一二期 還有提出道路要打通的問題 還有提出克亞大道要打通的問題 那當然經歸也是搭配這樣的一個內容 來做交通的整體改善 更重要這樣的交通策略 雖然慢雖然口號不炫 但做得到也可以真實的改善 這才是最務實而且是最基礎的做法 未來的新出事我期待 它是一個超級城市 因為就像大家說的 40多年的竹殼在更新竹市一起成長 公共建設卻還有很多需要追趕的地方 所以我們不是只有收入高 創稅能力高 生活品質應該要值得更好 一起來過去八年軟體、硬體、軟體的部分包含一些活動品牌 很多孩子都很喜歡 隨著孩子一起在做進行長大跟活動的過程當中 城市也必須要有更多為孩子的公共建設 為所有在這座城市裡面的人努力的空間 所以我提出了六大面向 25項主題政策 方案四配套以及五陽高價往南延伸 同樣它會竄起桃竹竹苗的產業廊 讓我們的產業產值更加的升級 另外科技首都 科技首都不是只有應用科技 而是要創造下一個護國神山群 除了我們現在半導體產業重心整個在新竹以外 我們還要把太空中心留在新竹 太空產業是下一個世代的產業龍頭 就成在起是我們心心念念要做的事情 所以我的新竹是就成在起計劃 由中正台出發 那中正台這一邊我們會重新跟我們的改造 讓中正台成為就成在起的起點 也就是東門挺造勢計劃 另外一個城市不能只有產業 不能只有工作 還要有生活 所以我會打造藍綠帶的生活 讓大家能夠在家的附近 工作場所的附近 就有生活的一個美感跟生活的舒適感 那當然未來的新竹會是一個永續移居的幸福城市 幸福加倍也是我要做的 剛剛說的我們的孩子笑聲我們最喜歡 所以公托零托夜間零托失敗 還有親子館會再加倍 那另外我們的長輩我們希望進老阿新卡點數加倍 從六百到一千二讓長輩走得遠走得幸福走得喜歡 新華益 新體都健康 當然第三個加倍 早聊生長的照顧我還會再持續的加倍 讓他進入社區 讓我們的每一位市民朋友都能有尊嚴 最後當然對於孩子來講 教育是我們最大的一個核心 新竹市的教育 早就在預算當中 已經是將近用基金去做一個專款專用的 那我也算過 其實他的數字是非常高的 從來沒有去窮過孩子 因為新竹人最重視教育 所以我想基於這樣子的一個精神 我們的未來教育不只雙語化 特色課程更重要 培養孩子面對世界解決問題的一個能力 那科技程式還是要讓他們懂得科技的源起 所以Steam的課程 AI的課程 讓他們都成為生活中最基本的運用常識 未來孩子才能找到自己的方向 去發展自己的未來 讓他有解決問題的能力 飛向世界的能力 找尋工具的能力 解答自己人生未來的能力